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明明那么可怜的说想要他陪 结果转眼之间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真是 我暂时还没想好 娘亲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吧 反正跟娘亲在一起 我在哪里都开心 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阿里酒量居然真的那么小 还以为那些话都是谣传呢 却没有想到 他真的没有我的酒量大呢 怪不得之前在一起玩的时候 他从来都不喝酒 华叔反正是也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毕竟现在娘亲跟在自己身边就已经什么都够了 只是 想起之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阿里一般都会很抗拒喝酒 他们本来也没有多想 更没有逼迫 却未曾想过 阿里竟然真的是因为酒量不好的缘故 之前还觉得那些话都是别人有窗额的 都不是真的 但是现在想想就觉得好笑 平日里跟个魔王一样的阿里 基本上就没有他欺负不了的人竟然真的是这么小的酒量 说出去估计会被人笑话死 谁能想到那个无恶不做的大魔王 居然两杯倒 不对 要是变成正常的酒的话 阿里估计喝一杯就醉了 毕竟成语给他喝的可是果酒啊 那种酒不是很容易醉的 之前还眼巴巴的电剂人家收的那些礼物 阿里这么好那么好的 现在捡到了乐子 竟然就开始嘲笑起人家了 你可真是我的好女儿 白凤九揪了一下华丽小坏蛋的鼻子 满脸的都是宠溺 虽然说的这个话有些责备的意思 但是语气却只是觉得好笑罢了 最后那句话更是点睛之笔 白凤九虽然不记得自己之前的事情 但是现在他觉得 如果今天的事情换成是以前的他 也肯定会是和华叔一样的反应 那是 我这么可爱 肯定是娘亲的女儿 华叔黑黑的笑了两声 那语气中满满的都是自豪与得意 不难看得出来华叔作为白凤九的女儿 是骄傲和自豪的白凤九不禁心里有股暖流滑过 因为两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但是又实在是很无聊 所以就随便逛逛了 而且现在白凤九已经不在是之前那个 哪里都不认识的白凤九了 他走在这里也已经不会迷路了 所以逛的就很随意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反正这些道路都在他的脑子里面 绝对不可能会走丢 不知不觉之中 两个人就走到了诸仙台 隔着很远白凤九就感受到了 诸仙台散发出来的戾气 不由得下意识地皱起了眉头 本来欢笑的母女二人 也突然之间沉默了下来 诸仙台是一个所有神仙的害怕的地方 因为只要是神仙跳了下去 一身神力都会消失 而且还会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凡人 但是如果是凡人跳了下去 尸骨无存再也没有办法重回到这世间 不知道为什么白凤九脑海当中 突然之间就出现了这个信息 他有些诧异地摇了摇头 万万没有想到突然钻出来这个记忆 具体什么有用的信息 什么都没有想起来 只是想起来的关于跳下诸仙台的后果 他在失忆之后 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什么诸仙台之类的信息 所以现在想起来的肯定是他以前的认知 隔得这么远他就感觉到这么不舒服了 可想而知如果真的从那里跳下去 会是什么样的惨状 想到这里白凤九就感觉有些害怕 他总觉得以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从那里跳了下去 但是到底是谁 他实在是想不起来 因此心中就是剩下了难过 还有那种说不出来的心痛 娘亲我们赶紧走吧 这里有点可怕 隔着很远白凤九就已经感觉到了 这么深深的恐惧感了 所以他是绝对不可能再去接近一步的 如今听华叔这么说了 但他自然是离开得越快越好 咱们这就走 白凤九说着 就带着华叔一起离开了 他走得很快 也很急 走出很远的时候 他心脏也都还在砰砰的跳 一时半刻都平静不下来 顾默着已经离那个诸仙台很远很远了 白凤九才停了下来 他深吸了几口气 让自己真正的冷静了下来 半天才缓过来 华叔也意识到了白凤九现在有些难受 所以并没有打扰他 而是关心地看着白凤九 静静地给他揉着胸口 等到白凤九终于恢复了正常 呼吸也平稳了下来 华叔才放心地停下了手 心疼地看着白凤九 看来白凤九以前 一定是遇到过许许多多的事情 也一定有很难过的回忆 不然 怎么可能会反应这么大呢 华叔叹了一口气 抬起了头却意外地发现了熟悉的身影 哥哥 华叔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兴奋 毕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白滚滚 起初是他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 但是华叔感觉到有些厌倦了 就回去找白凤九了 而白滚滚则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原来竟然是白滚滚 正站在不远处的地方练剑 真是个用功的好孩子 那认真的模样 实在是看的人忍不住地想竖起大拇指 然后再拍手叫好 没想到白滚滚竟然会专门找一个 没有人且空旷的地方来练剑 实在是让白凤九没有想到 他生出来的孩子居然会这么用功 不去参加宴会 竟然来到这个地方练剑 真是如此可叫啊 娘亲 华叔 你们怎么会来这里 白滚滚惊讶地看着白凤九和华叔 有点好奇他们两个怎么会来这儿 这里还是比较偏僻的 很少会有人过来 所以白滚滚有点不太相信 白凤九这个路痴竟然赶来这里 华叔虽然说对天宫也挺熟悉的 但是也很少会来到这里 所以对于这两个人突然出现在这里 白滚滚还是有些不可思议的 我们就随便逛逛 所以就逛到这儿来了 没想到会遇到 偷偷努力的滚滚呀 白凤九真是越看这两个孩子越喜欢 这白滚滚未免也太过刻苦了些 平时稳重的像个大人似的也就算了 如今竟然还这么用功刻苦 说实话 白凤九喜欢他的同时还有些心疼 小小的年纪就要经历这些 也实在是让人不免唏嘘 明明是一个爱玩爱闹的年纪 却硬生生的活得跟个老年人一样 也不是什么努力 就是有点太无聊了 那边又实在太吵闹 所以就找了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安静的地方练剑 因为对我来说 练剑还是比较有意思的 白滚滚也算是实话实说了 他不是很喜欢那种 过于热闹的地方 平时偶尔玩少一下也就罢了 一直玩到他会觉得很无聊 还是练习武功还有功课比较有意思 有很多可以钻研的地方 也能够做很多创新 他很喜欢 啊原来是这样 这样也非常了不起 毕竟有这种爱好的人 其实还是挺少的 白凤九尴尬的笑了笑 没想到人比人还真是气死人 他万万没有想到 他亲生儿子居然一点都不像自己 而且性格差别居然这么大 有这么奇怪的爱好 可真是太令人羡慕了 白凤九尤的时候 也想自己拥有那种奇怪的爱好 每天喜欢看树插花 唱歌 跳舞什么的 这样的话 他以前的生活当中 就不会挨那么多次骂了 更不会每天上窜下跳的 跟个假小子一样了 要是那种宝蛋的本事变成插花 也许他也能变成 他们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想想就觉得很开心 可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 他一点都不喜欢插花 只喜欢调皮捣蛋 想到这里 白凤九突然之间就愣住了 他刚刚好像突然之间想起了什么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是他刚刚突然对自己的童年 有了一些印象 比如 小时候不爱学习 经常被骂 喜欢捣蛋 然后也经常被骂 但是更多的就想不起来了 白凤九揉着有些这样的发痛的脑袋 感觉这件事情还是应该慢慢来 总有一天他会想起更多的事情 就看这几天他陆陆续续的 对以前的事情有了更多的熟悉感 还有那些支离破碎的记忆 白凤九就知道 总有一天他会全都想起来 没办法 这可能就是遗传吧 你们要去哪儿 我跟你们一起走吧 正好碰见了 白滚滚说着就收起了手中的剑 能在这里碰到还是挺意外的 而且白滚滚本来 也是打算练一会儿就回去 现在既然碰到了 那就一起吧 正好他也想和白凤九多多相处一会儿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起走吧 白凤九一听白滚滚要跟他们一起走 立刻兴奋的笑了起来 他自然而然的牵起了白滚滚的手 就好像以前牵过的无数次一样 十分熟练 不过你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我记得娘亲你以前可是有些容易迷路的 除非是走了很多遍的地方 不然你不会去轻易尝试啊 按理来说你失忆以后 应该是不认识这里的 怎么会走到这里来 白滚滚虽然觉得这只是一件小事 但是确实是有些不太符合常理 他还是挺想弄明白的 啊 这件事儿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之间就认识路了 就好像我以前对这一片很熟悉一样 走过了很多很多遍是的 就突然之间没有了那种陌生的感觉 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记忆快回来了 最近经常有这样类似的感觉 白凤九说着就点了点头 表示很认同自己的话 毕竟除了这个理由 他暂时还想不到什么更好的 除了可能会想起了以前的事情之外 白凤九也解释不了 为什么突然之间对这个路这么熟悉 我觉得很有道理 娘亲你可能是快恢复记忆了 这个应该是你恢复记忆的前兆 白滚滚也赞同地点了点头 觉得白凤九说的话还是挺对的 但同时内心也有些纠结 因为他不知道白凤九想起来以前的事情 到底是好还是坏 毕竟以前的事有很多都是有些会令人感到伤心的 他很怕白凤九想起来以前的事情之后 我特别特别伤心 所以白滚滚有的时候 会有些害怕白凤九想起来那些事情 如果说想起来那些是白凤九会伤心的话 白滚滚宁愿白凤九永远都不恢复记忆 嗯 我也感觉是这样所以现在感觉有点小激动 一想到我会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就很开心 这样的话我就能想起来 我以前和你们之间的点点滴滴了 想想就觉得开心 不过这个事儿不能太着急 即使没有用的 有的时候机缘到了 自然就想起来了 白凤九一眼天真的在前面走 没有注意到白滚滚的一场 更不知道白滚滚现在是在担心着自己 不过他现在已经很想得开了 之前那么着急的他现在也都佛系了很多 颇有一些随遇而安的感觉 一切都顺其自然 等到他该知道的时候一定会知道的 急也是没有用的 有那个时间又来着急 还不如养足精神好好睡一觉 毕竟快乐是一天 不快乐也是一天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快乐 嗯 这件事情还是看天意吧 有的时候太勉强也没有什么用 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也不用太在意这件事 白滚滚接着白凤九的话继续说道 也不知道是在安慰白凤九 还是在安慰自己 毕竟 他还是有些害怕白凤九会恢复记忆的 因为有些事情确实是不适合想起来 青秋冬荒凤中黄 眉间睡我与花香 三生三世枕上书翻外篇第二百五十五集 就先讲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 续集更精彩 一世红尘三世恋 三生执念中无一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点击订阅